其實這麼無面法 在2014年佔中之後 我們在立法會都進行過討論 只不過是因為佔中的亂局 慢慢平息了 大家又關注了其他事 就將這個建議放下了 今天五年之後 大家看到無面示威 甚至是進行很多暴力的衝擊 是成為一種年輕人 覺得可以逃避責任的一種方式 當然也增加了警務人員 他的執法難度 特別是我見到有些扔汽油彈的 是整個面都包了 究竟會不會有這麼複雜的人在裏面呢 這些都是我們社會大共 是很希望能夠有和平 能夠大家去珍惜言論自由的時候 懂得我們的行為 是要對社會 對法律負責的 所以這麼無面法 其實就不是為了 是要減少大家的言論自由 或者表達的自由 相反呢 其實是令到大家 可以在一個更安心的環境下 在互相都是光明磊落的情況下 特別大家是說 是有理想 我要出來表達 爭取自己的理想 那是何必要磨面呢 我們會說 立一個新的法律 其實是給社會一個清晰的訊息 某些行為其實是不對的 是要負上法律的責任的 那就不希望那些人 因為以為無了面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們呢 香港社會是一個經濟和政治自由 非常高的地方 在世界根本是明滅前霸的 如果你看看世界各地呢 當然 丹麥 德國 法國 瑞典 西班牙 奧地利 美國自己 亦都有十五個州 包括加拿大 對於 這麼無面法 他們都已經是生效 而且 有些這些 你們大家都覺得 是西方民主的國家 那個判罰可以最高高到十年 通常呢 就是 如果一些政治的行動 一些暴力的事件 你違反了這個禁無面法 又達至很嚴重的暴力後果 那你那個要負上法律的責任 刑事的責任就會越高 我希望呢 我們去回我們香港 最核心的價值 其實香港 能夠以法治見稱於世界 是一點都不一樣的 我們 就算爭取民主 爭取自由 我們都一定要在一個法治的基礎下 我們認識的香港 一直是有文明 尊重不同的意見 還有 是有法治的精神 我很希望 在我們討論 一些爭議性的法律的時候 我們仍然 是可以維持這種精神 我們要將一個 莊園 有文明的立法會 呈現給我們香港市民 我們的階段 於 Intel